三十 東方新地 每週精選節目 2015年7月20日 每週精選節目 P 1112-113 星期一7月20日 升級人在野金雜啤將考驗升級隊員 能否面對疫境仍保持樂觀心態? 隊員被送到一個動月學習求生之術 Bell示範如何清除狼豬身上的有毒無法之後把他吃下肚 而另一項任務是要使用成索穿越險進洞越 同時避開蜘蛛和毒蛇 比賽第二天 隊員必須橫道哥斯達黎家最大河流 這魚雖 壞 急喘著了二千多條鱷魚 到底一眾星級隊員能否完成任務? 獅子當室有獅子曾橫行非洲南端以至印度西北部一帶 但由於暴力 失去棲息地及疾病 至1975年以來非洲獅子的數量已急降八九成 節目跟隨參加津巴布為凌羊公園獨特保育計劃的志願者 冒險進入獅子的領域 並深入了解這些宏偉的動物 從他們如何受力和追蹤他們的獵物 到如何培養他們的幼獅 並了解現時有什麼方法去拯救這些號稱萬獸之王的重要動物 星期二七月二十一日活足特戰高手 第二季 今集逃脫遠力中專家 在美國邊境南方的墨西哥提華納市郊 要挑戰墨西哥 國家總檢查處的精銳國家警察 他們擅長偵查綁票、搶劫與勒殺抗健 負責追捕國內罪犯與企圖偷渡入境的美國逃犯 造這次的對手是擁有監控與間諜工具的專門警察部隊 而且在逃往設離點的過程中 還必須對抗酷熱的墨西哥日照、明珠絕色 約動大寶礁1981年被列為自然世界遺產的澳洲大寶礁 視眾多海洋生物的家園 但沿岸開發、過度捕魚和氣候變遷 令這可抵花園面臨威脅 節目一連四集展現大寶礁令人驚嘆的生物多樣性 及研究人員的保育工作 搜集觀眾有機會一島座頭瓶在大寶礁 溫亂水遺產下瓶如寶寶的珍貴片段 又會看漢科學家如何努力拯救級級可危的珊瑚礁群 及地球上最大的海龜漆色地 星期三七月二十二日透視超級機場 安全至上今集會看漢 A380客機的引擎更換過程 並了解在觀進數十萬公升極易光春甚頹連 與有前 須採取那些預防措施 在安檢大廳將一探全新掃描機器的抗檢運作機制 及用什麼程式設定保護過境旅客的安全 之後介紹法蘭克福機場默默無民的英雄們 包括進行厭惡性卻限重要的工作團隊 清理每架飛機的排斥物收容槽 遇上大規模停電 別擔心 當然有專門為停電設計的系統 我們的宇宙節目我們的宇宙來到最後一集 紫紙物理學家 Brian Cox 將遠赴位於地球最北方的 斯瓦爾巴群島 Svalbard 在口達素賣的永久冬土層因 A 尋找遠古地球生物留下的珍貴寶藏 揭示人類世代存活的關鍵 星期四 七月二十三日深夜食堂 三劇情講述《沉默拐言的深夜食堂老闆》 小林分析 每晚看記遙光 心情踏入食堂的食客 聽他們訴說自己的故事 做出最貼近 最溫暖人們心靈的料理 讓每個食客戴符絲受風吻 這出日劇第三輯 藉後簽閉將 與 識客人 帶出一幕幕人間有情的故事 將平凡無奇小人物故事變成扣人心弦的劇稱 堪稱治癒人心的心靈作品 足均健康Dr.Belley奇脆醫學明明誰得狠救 但一覺醒來求仍是沒精打采 如何改善記憶 咖啡因會否影響身體 全新節目足均健康Dr.Belley奇脆醫學中 將會否適與大家識識相關的醫療小知識 內科醫生Dr.Belley聯同奧斯卡影后Julian Moore 探殺最新保健小發明 用生動顯淺的解說 為大家揭開健康的秘訣 星期五 七月二十四日 馬天宇兩位年輕演員來擔任 為節目外容增添活力氣氛 引起美女林志玲的加盟 不但增加節目可觀性 更成為傳媒報將增傷報道的對象 大自然恐襲今集大自然恐襲將找出 導致臨獄死亡的外來入侵者 翡翠綠灰明甲從Nemiradash Boracup 亞洲長國甲從Ashin-Long-Honit-Betal 軍事樹木的大敵 前者是約美國中西部 他們在白蠟樹上產卵 幼蟲會轉進樹內令樹木壞死 至於亞洲長國甲從大舉入侵加拿大悲思省 令省內五成蟲樹遭受破壞 人類要對付這兩種樹木殺手 有何對策? 星期六 七月二十五日 太平倫亂世浮生電影港術四十年代 稱憑女子於真、張子儀式 與國軍通信兵同大慶、同大遺式 為生活假結婚、誰料真的陷入苦戀 日軍軍於嚴澤坤、金城武式 戰後回臺灣、竟發現雙戀的日本同學雅子 長澤正美式、已被遣返、抗日英雄雷二方 王曉明式、回到上海與豪門千金周找分 宋維喬式、互生情素 新婚不久卻因內戰被迫分離 大導演吳宇森首部史詩式愛情大片 全片愛情黑或細膩 劇情波瀾壯闊、蕩氣回場 戰爭場面激烈 透過六位主角 反映了那個時代的軍民社會狀況 呈現出羽動蕩愛情愈偉大 天皇的瑜伏劇情講述西式料理的美美 令秋生督床、佐藤健適 缺當料理人 離鄉島東京的華族會館工作 憑一股憧憬及對料理的天分 廚藝特飛猛進 數年後到法國巴黎進修廚藝 總在二十六歲時被任命負責日本天皇的膳食 成為天皇的瑜伏 這出日劇是日本GBS電視台開台六十週年紀念作 以追逐料理之夢為題材 真實呈現了明至到超和時期的日本面貌 我愛主食男今集嘉賓是楊玲、文仲嫻 途大禹為宋 必有開心可以去到幾盡 學做手工雪條、做cupcake 連花刀插謎都未夠 還以時下流行的低溫慢煮法烹調出多款美食 楊玲、文仲嫻初試大禹手勢 讚不絕口之餘 還向大禹請教秘訣 並要求食譜打算回家照辦煮碗 不過講到做親子飯盒 大禹就不及二人熟手 兩位靚媽即場製作的親子便當 造型可愛獲一致好評 別相信任何人電影講述基斯丁 尼哥傑曼式 醒來魯魚薄片空白 身邊有一個不認識的丈夫班欣 哥連肺膚式 班欣無微不自的照顧及保護他 而自稱心理醫生那樹會來電提醒 他找出錄下昨天經歷的攝影機 今天他按下從播見看到自己說 別相信班欣 影片改篇同名暢銷經略小說 尼哥傑曼片中國人身份認證 尋找自我的情節 曲折離奇 經略緊張 令人情緒波動 星期日7月26日台灣智慧 服務全方委一直以來 科技不但改變人們的生活 同時也提供更聰明 更有效率的方式來解決各種問題 為人類創造更美好的生活體驗 在台灣這個科技島 許多行業也正透過現代科技 在當地建立智能服務 提供更環保、更新穎、更快速的消費模式 節目台灣智慧、服務全方委將帶領觀眾聚焦 四個成功發展創新服務的開拓者 橫跨金融、醫療、資訊科技與公共運輸等產業 一探他們如何以令人驚喜的科學與科技創新 為人們的生活注入活力、創造與眾不同的極致體驗 下日行定TripTrip 臥底旅行團今集陳浩雲 李馬營參加超值的99美元清遠金居岩兩天團 臥底們發現 以99元資價錢在食和住方面都尚算滿意 識其中的強迫透密環節 其推銷手法令人反感 各團友也鼓噪非常 根案1,199美元海領島打Golf團 臥底們發現報名前緣定包括免費打Golf十球 報名後發現取消並須繳付30人民幣 賣點10里銀灘只是普通海灘 行好玩有水上電單車活動 臥底男女擊退手痛長時間用電腦 低頭玩手機 缺乏適當運動 或工作上手部及肩部需要做重複性的動作 已經有機會成為網球爪 五十肩或手腕管綜合症的潛在患者 若錯過初期的治療機會 就有可能形成病變 造成頑固痛楚 令肌肉收緊 甚至提早退化 影響活動能力 節目會邀請矯營及創傷外科醫生 跟觀眾講上肢關節痛的最新資訊 矮仔多情電影講述金融海嘯後男子傑 黃祖藍色身邊朋友一抱青袋 慶幸自己身家小縮水 但女友Lily 周秀拿色 卻不會他輸身家 立即與他分手 痛定思痛後 男子極缺以普通人身份追求心儀女子 力正講心不講金 黃祖藍首次擔正之作 亦熟個人表演 舊盡一眾宅男心中女神 Angela Bobby 賈曉神 黃婉玲 徐子山 周秀拿等 全片拍得流暢 笑料不足 秋天 靜林